天呐 守卑一队 凌污见过王上 碧仙王请留步 我听应蕾说 你受了伤 伤不必再治了 请晴雪姑娘过来是想问清楚 我大约还有多长时间 心伤没有愈合 先前的丹药仍然服用 不再妄动血脉之力 应该可以有两日光景 多谢你这些年来的元首 是我该说谢谢 如果没有来到天鹿城 我大概还在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流 就此别过 在那之后 景雪姑娘当可会人界 完成你的心愿 游客 看来你还没能决定 决定什么 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对你的王位可没兴趣 当初不辞千里要我的命 如今又纠缠不休把我关在这 你们辟邪都是这样反复无常 你也是辟邪 我们本是孪生子 在我死后 已应有你继位 孪生子 这样也能叫兄弟的话 那天底下大概没有比你 更莫名的兄长了 过了这么多年忽然冒出来 对我说你快死了 让我继承什么王位 你以为你的弟弟会欣喜若狂 神哥大人 我长在人间 我的家人也在那里 天鹿城 只不过是异小 既然如此 那么就以你昨日所言 离一场 你若赢 来去自有 你若输 留下继承辟邪王之位 纯以建交决定胜负 一言为定 什么玩意儿 你就这样跟我比 这样才是公平 妖力不仅仅用于战斗中 亦是今年累月锻炼体魄的途径 令辟邪的速度和力量 远胜于人 你常年一恶 我单论体能只比寻常人略强 因此时无必要顾及我的伤势 少废话 小爷我就是寻常人 用什么要求 这回不算 等你好了重新比过 输了便是输了 当断不断 措施良机 若是生死相搏 你连性命都已输掉了 何况再比一场仍是我赢 愿以你当知晓 真有些好奇这剑术是何人所受 官之伶俐 施与温厚 与你不配 剑虽是戾气 但君子之剑 用以强身剑体 明理智学 以异行器 气随一转 以择为柔 既然不弄 现择为刚 渐如疾风 孩子们都很精神 自从大前天北落回来后 一个个就特别上气 我看比你亲自教的时候 有认真劲 年轻人在一起 更说得上话吗 以异行器 剑如疾风 以异行器 气随一转 气息过浅 胸腹不开 每日无刻后 再练一个时辰图纳 是 师兄 前臂太僵 手肘往里收 右手压低半寸 你 脚步虚浮 下盘不稳 腿抖什么抖 师兄饶命 昨天练得太巧 我这小肥肚子 还在抽筋一样疼 是啊 师兄 我的手也好酸 前些时候 你们几个趁我不在 老师又好说话 尽是偷懒耍滑 落下功课 现在抱怨个鬼啊 手再稳一点 是 师兄 好了 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 挨个过来和我比劲 就用老师上个月 新传授的那套剑法 我倒要看看你们 懈怠到什么地步 师兄 少了我们吧 威瑶 你第一个 我 再啰嗦 等其他人散了 你单独留下 别别别 我好好打还不行吗 你力气那么大 你一遍两下就能把我的银打折了 专心 卫战先妾 谁教你 卫战先妾 你手断了断了 断了 断了不正好 省得你再偷摘老爷家的果子 哪里是偷 我每回都把钱给他们家闺女的 那就是罪翁之翼不在酒楼 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 谁呀 打嘴巴 没谁 昨天颜家来找师娘了 瞧着不太高兴 啊 谢 谢谢师兄和我说 老缠着人家女孩子讲话 是不太好吧 你说我让我娘 明年开春就上门提亲 严家能答应吗 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 好了 跑上完了 走吧你 下一个谁 请师兄赐教 卫师兄 你们刚才讲些什么呀 你的脸怎么红红的 谢师兄 不错 什么东西打我 扔偏了 笨蛋 骆哥哥 有坏人在世纪上抓了三宝 他们还有刀 你能帮帮我们吗 谁那么不长眼 你俩先回去 我马上来 好 好 师兄是不是和少魂一样 要去路见不平 带上我们一起吧 罗师弟 你替我继续和其他人比试 是 小气 这就走了 我做了莲子羹 先喝一碗 不了 师娘 老皇家找我帮点小忙 我答应大伙他们马上过去 那行 记得要吃饭 可别饿着肚子 好的 师娘